即是將他們的聯邦基金利率的區間 各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見記者,看看現場情況 他們都公佈了縮表的方案 我們金管局也是跟回我們的既定機制 上調了我們的貼現槍 上調了我們貼現槍的基本利率 就50個基點,就去到1.25里 即時生效 美聯儲今次的加息決定和縮表的安排 是屬於市場的預期之內 大家都知道美國通脹現在處於40年新高的水平 疫情打擊了全球供應鏈 使得商品的價格亦都上升 再加上地緣政治因素,令到能源的價格高企 以及我們都見到美國的工資增長在去年的下半年升得很快 所以美聯儲是需要加速他們的貨幣政策的收縮 去應對通脹 這次美國加息是不會影響到香港的貨幣金融穩定 過去幾個月,我們看到香港的股市都偏遠 而且因為市場都關注美國加息的補足 我們看到港幣是慢慢回軟的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港幣的外匯市場的交易 其實是非常暢順和有序 而我們銀行體系總結源 現在是超過3300億 我們見不到市場流動性有任何明顯的風險 當然隨著美國這次加息 市場會預期港美的息差會慢慢擴闊 在聯匯制度之下 當這個息差擴闊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足夠的誘因 令到市場人士去做一些好息的交易 我們就會見到資金慢慢由港幣流去美金 所以港幣慢慢轉弱是我們預期之內 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這個情況就好像上一次的加息週期 2016至2018都是一樣的 而根據聯匯制度的設計 當我們的港幣匯率是觸發到 碰到7.85這個藥方兌換保證的水平 我們金管局就會去買港元 沽美元資金就會流出港元的體系 而港幣的拆息就會慢慢地有上升的壓力 而港幣慢慢上升也會抵消了 好息交易的誘因 令到我們港幣的匯率可以站穩在7.75和7.85這個區間 這個也是聯匯制度設計之下的一個很正常的操作 不過當然了我們港幣的 我想他們收音有些問題 我們第一題先問一下 真的不用由開始做 因為方便大家可以收到音 用買賣那裏說不定 是的 如果他們前面都收不到我 或者由開始說一次 就浪費大家少許時間 各位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是見記者的 他是說到美國聯儲局是加息半離 也都公布下個月是縮表的方案的 金管局是上條貼面窗50個基點 至到1點25來是即時生效的 出現出現 美國加息是不影響香港的金融穩定 另外銀行體系結餘是有3,300億的情況去穩定 又說港幣轉弱是預期先來和正常的 好 隨著美國今次加息 市場都預期港美的色差 是會慢慢地擴闊 而在聯會的制度之下 當這個色差擴闊到相當程度的時候 自然就會出現足夠的誘因 使得市場人士是做一些套式的交易 令到資金是慢慢會由港幣流去美金 所以港匯是慢慢轉弱 是預期之內是正常的現象 這個情況就有點像上一次的加息週期 2016至2018年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而根據聯匯制度的設計 當港匯是觸發到7.85這個藥方 對港兌換保證的時候 金管局就會買港元 沽美金 而資金亦都會流出港元的體系 我們在這個時候慢慢就會見到 港息是會有些上升的壓力 而港息慢慢上升 亦都是會有助抵消 這個套息交易的誘因 令到港幣可以站穩在7.75至7.85這個兌換區間裡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聯匯設計之下的一個正常運作 當然就是港幣的策息 跟美國的息口上升的速度和幅度 我們都要取決於本地市場對於港幣的供求 在銀行息率方面 我們看到銀行會因應他們自己的資金的成本結構 以及其他有關的考量去決定調整他們銀行存款 以及借貸息率的時機和幅度 香港不少的住宅樓園的按揭息率 都是用一個月期限的港幣的拆息做基礎 隨著這次美國加息 和我們看到港幣拆息慢慢可能會上調的情況之下 市民作出他們的置業、按揭和其他借貸的決定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評估和管理利率的風險 聯匯制度實施了已經是差不多40年 我們期間經歷了很多次不同的經濟和金融周期 一直都行之有效 我們有龐大的外匯基金去做聯匯的後盾 加上我們香港的金融體系底子很厚 銀行體系非常穩健 多年來我們都建立了不少緩衝和抗爭力 我們是有信心和能力去維持聯匯制度的暢信運作 我們都會繼續密切地監察市場的情況 去維持貨幣和金融穩定 我會說幾句話 這兩年來的價格是1.25% 以為了公司的計劃 和一種影響劃 和合作的影響 提供 最低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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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總統稿 的影響 在表現 ダータ al começa early, comparし去抗互 Katherine рас aware that KEY pasもう一et Besides, theCCD data doesn't work unexpectedly, theHKD has continued to operate in a smooth and orderly manner Under the银 exchange rate system, there will be incentive for market participants to conduct carry our trade when the U.S.D and HKD interbank rate differentials are sufficiently wide according to the link exchange rate system when the weak side convertibility undertaking at 7.85 is triggered the HKMA will buy Hong Kong dollars and sell US dollars and with funds flowing out of the Hong Kong dollar system the Hong Kong dollar interbank rates will face increasing pressure to rise which will offset the incentive for carry trade and cause the HK dollar exchange rate to remain stable within the zone of 7.75 and 7.85 all these are normal oper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sign of the link exchange rate system and having said that the speed and magnitude of the HKD interbank rates catching up with their US dollar counterparts will still be subject to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HKD funding in the local market on the commercial interest rates of banks they will decide on the timing and magnitude of adjusting their savings and lending interest rates having regard to their own funding cost structures and other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the public should carefully assess and manage the relevant risk when making property purchase, mortgage and relevant decisions the link exchange rate system has continued to work well having weathered many economic cycles in its nearly four decades of opera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market situation with a view to maintaining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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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見到有資金會流出港元的體系 但至於整體的資金流動 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取決的 當然包括股市的活動和股市的情況 例如你見到昨晚美聯儲宣布完之後 因為市場預期他們是更加積極和進取 他們的宣布似乎是沒有市場預期的進取 股市也有挺正面的反應 所以很多不同的因素 包括一些經濟的數據、地緣政治的發展等等 都影響到股市 所以整體的資金的出入或者是那個情況 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是決定的 至於那個案件或者市民的負擔方面 我們一直都非常重視地提醒市民 他們在做他們買樓、做案揭 或者借貸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利率風險 大家都記得我們有不同的宣審措施 要求銀行在批出他們的案揭申請的時候 第一 乘數有規限 第二 就是那個申請人 他究竟那個供款能力是達到甚麼呢 那個要求都很嚴重 加上大家都記得了 就是我們有一個壓力測試的 就是說那個供款人 就算在那個利率升了三厘的環境之下 他那個供款比率 就是供款和家庭收入比率 都不能超過百分之六十 在這些那麼多不同 幾嚴謹的一些批核要求之下 其實我們會見到我們的貸款人 其實那個銀利和還款的能力 其實都是挺高的 我希望這件事會幫到 在利息周期轉變的時候 他們那個還款的情況 也是一樣的 一點點 那是 這件事是 三個問題,第一就是按揭公款 第一個問題,你可不可以做一做? 明白,其實加息對經濟是有一定的影響,但是經濟受到很多不同的因素影響 舉個例子,在香港的情況,第一季主要是因為第五波疫情和我們一些限制活動的措施 令到我們的經濟,尤其是例如餐飲零售等等,影響都很大 但是隨著第五波疫情緩和,現在我們有一些限制措施放寬 其實我們會看到我們的經濟活力是希望可以慢慢增加的 當然加上就是政府有消費券的發放 也會令到本地的需求,市民的消費意欲也會增加 這些都會幫到香港經濟的動力 加息是一個因素,但是這些其他因素也是同樣重要 各位金管局總裁余韻文建記者就提到美國聯邦儲備局加息半離 也公佈下個月縮表方法,說是屬於市場預期之內 而消息公佈之後,美股即日的表現是做好的 而金管局上條貼現槍利率五十幾點至一點影離是即時生效 金管局重申美國加息不影響香港的金融穩定 而銀行貼是結餘三千三百億,市場流動性是穩定的 另外又說港匯轉入是預期之內和屬於正常 對聯會制度是有信心 不過提醒如果市民要買樓、借貸等等 要評估利率的風險和承受的能力 現場情況暫時看到這裡,待會有中華錄影 又到了中華略景時間 油紫傘是中國傳統工藝 但隨著工業化發展已經不被重視 四川勞州有工匠擔起全城責任 推廣給家家戶戶 春夏交替,雨水不斷 在這個季節,就是不少人袋裡的常備品之一 而對四川工藏筆錄幅來說 製作雨傘更是早傳技藝 屋企自清朝就開始製作油紫傘 他是第六代傳人,已經累積約五十年的經驗 他以傳統技術製作的油紫傘 已經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為產 自己更被評為是油紫傘製作技藝國家級法定傳承人 從選料至組件 製作一把油紫傘需要近百度工序 銅油塗層是由銅樹果實榨取 既防水又能抵禦強風 面對工業化發展令手工業適微 不陸福的兒子說,情況最壞的時候 陣上只有父母兩個人堅持製作油紫傘 雖然如此,他仍然選擇傳承這項技藝 並與時俱進,利用社交媒體和網上平台直播銷售 隨著時限年輕人對手工藝品的製作技藝越加重視 油紫傘也只是以創新的方式再次走進尋常百姓家 無線事記者麥斯文報道 有水中大紅貓之稱的長江沉 屬於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四川有巡戶隊夜間巡查的時候 發現一條被困的長江沉,立即展開救援 在四川宜濱市的長江交戶處 巡戶隊夜間巡查時發現這條長江沉 當時他由入加固提拔的設施內 被卡住沒辦法離開 隊員們隨即夾換 經驗場測量 這條長江沉1.4米長 體重10.5公斤 沒有明顯外傷 他體內有殖入的芯片 表明他是經人工養殖 再放生的成年長江沉 通過數據對比以後 就會得出這條長江沉 以及它的匯有路線 設施習慣 然後它的體重增減 這些相關的數據 這樣便於我們可靠單位 更好地來掌握長江沉的生存狀態 在確認沉魚安全無漾之後 巡戶隊員將牠放歸崗中 長江沉是長江獨有的珍稀野生動物 屬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當局每年都會舉行增值放流 以避免長江沉總群滅絕 無線電視記者彭建華報導 山東河澤有黑池非遺傳人 從業50年初心不變 免費向後輩傳授技藝 為鄉村振興出一分力 活靈活現的花廟 全神的人物 曹州黑池非遺傳人 馬歇榮以刀代筆 以池為子刀池相撞 在方寸之內黑出世間白態 每件作品最少敲打想抹一下 一氣呵成不容又失 設計、雕刻、傷色 這三大疾病工序 根據氣性來進行設計 根據設計好的圖案來進行損彩 在雕刻當中 它有分點刻、線刻、面刻 特別是在雕刻的時候 它的理度一定要掌握好 你遇到控制不好 那就是全盤結束 從業50年來 馬歇榮繼承和發揚前人的技藝 綜合繪畫、吊刻、書法和算刻的精妙之處 最終歸結於生活 一開始就是願意生活 刻個記號、刻個營記什麼 足部發展成為一種藝術品 能夠在這個詞上刻上花、鳥、山水之類的 希望傳統的刻詞藝術 由更多人來喜歡更多人去做 同時也希望傳統的藝術能夠造福於好人 馬歇榮近年免費面向美術專業 和熱愛刻詞藝術的大學生開放課程 又免費給村中代業 有經濟困難的人群教授刻詞手藝 為鄉村振興出一分力 無視的記者、穆斯文報道 這次中華離境報道員 謝謝大家 開始